才5岁,就患肝癌死亡。医生警告:"这9种零食,别再给孩子吃了。 医生收过最小癌症患者仅有5岁。 医生疾患者仅有5岁。 医院收过最小的癌症病患只有5岁,足以证明癌症的发病时间有年轻化的趋势。 女童的母亲说没有患肝癌的家族时,孩子平时身体也很好,在医院住了半年,可惜最后还是没有救治过来。 医生说,小女孩之所以患肝癌,与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。 医生,根据新唐人报道以下这9种零食,不管是小孩还是成人,少吃为佳。 1.泡面。 你知道一碗泡面有多少食品添加系吗? 1.泡面。 2.柠檬酸、特丁基对本二分等。 而同如果长期食用寒、柠檬酸的产品,很可能会导致滴钙血症。 2. 火腿、香肠所含添加剂包括亚硝酸钠、山梨酸胛等。 其中亚硝酸钠,可能在体内生成致癌物亚硝酸钠。 3. 病前所含添加剂包括胶亚硝酸钠、柠檬酸、山梨糖醇。 4. 大量的胶亚硝酸钠会损伤细胞,具有生物毒性。 4. 冰淇添使用人工香精、增酬剂、人工合成色素等添加剂最为普遍,就少吃点吧。 5. 薯片含有的添加剂包括骨氨酸钠、鸟肝酸二钠等。 5. 上述两种都是被禁止用于婴幼儿食品的。 6. 蜜饯所含的添加剂为柠檬酸、山梨酸钠、本甲酸钠等。 6. 其中本甲酸钠会破坏维生素B1,会影响儿童对钙的吸收。 6. 口香糖可能含阿斯巴甜、山梨糖醇、柠檬酸等添加剂。 6. 过多的山梨糖醇会引起腹泻。 7. 8. 果冻山梨酸钠、柠檬酸及卡拉椒等添加剂运用最普遍。 9. 过多摄入山梨酸钠会导致过敏反应,并影响孩子对钙的吸收。 9. 奶茶所含添加剂包括山梨酸钠、六片磷酸钠等。 后者过量会引起钙代谢紊乱。 9. 9. 不可不注意。 9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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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仔细看清食物的成分和来源。 9. 温馅提示,以上资料仅提供参考,个人体质不同身体反应都也不一样,假如身体不适,还是要看专业医师。 医生收过最小癌症患者仅有5岁。 9. 近年得肝癌的年龄也有年轻化趋势,儿童因为细胞活力强,一旦罹患肝癌,癌细胞的增长速度会加倍。 通常发现晚,发病快,从发病到肝癌末期只需要半年。 医院收过最小的癌症病患只有5岁,足以证明癌症的发病时间有年轻化的趋势。 女童的母亲说没有患肝癌的家族时,孩子平时身体也很好,在医院住了半年,可惜最后还是没有救治过来。 医生说,小女孩之所以患肝癌,与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。 根据新唐人报道以下这9种零食,不管是小孩还是成人,少吃为佳。 1. 泡面。你知道一碗泡面有多少食品添加系吗? 1. 泡面。 竟有25种。常见的有骨氨酸钠、焦糖色、柠檬酸、特丁基对本二分等。 2. 而同如果长期食用含柠檬酸的产品,很可能会导致低钙血症。 2. 火腿、香肠所含添加剂包括亚硝酸钠、山梨酸钾等。 其中亚硝酸钠,可能在体内生成致癌物亚硝酸钠。 3. 病前所含添加剂包括焦亚硝酸钠。 3. 柠檬酸钠、柠檬酸、山梨糖醇。 大量的焦亚硝酸钠会损伤细胞,具有生物毒性。 4. 柠檬酸钠。 4. 冰淇添使用人工香精、增酬剂、人工合成色素等添加剂最为普遍,就少吃点吧,况且冰的对人体只有坏处没有好处。 5.薯片含有的添加剂包括骨氨酸钠、鸟肝酸二钠等 上述两种都是被禁止用于婴幼儿食品的 6.薯片所含的添加剂为柠檬酸、山梨酸钠、本甲酸钠等 其中本甲酸钠会破坏维生素B1,会影响儿童对钙的吸收 7.口香糖可能含阿斯巴甜、山梨糖醇、柠檬酸等添加剂 7.过多的山梨糖醇会引起腹泻 8.果冻山梨酸钾、柠檬酸及卡拉椒等 添加剂等添加剂运用最普遍 8.过多摄入山梨酸钾会导致过敏反应,并影响孩子对钙的吸收 9.奶茶所含酸钠、柠檬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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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.添加剂包括山梨酸钾、柠檬酸钾等。后者过量会引起钙代谢紊乱 4.不可不注意 5.不可不注意 5.为了自己的健康和权益 5.在购买前请仔细看清食物的成分和来源 5.温蜥提示 以上资料仅提供参考,个人体质不同身体反应都也不一样,假如身体不适,还是要看专业医师。 5.0